元旦迎曙光之后 紧接着就是2021年的第一场天文盛世 年度三大流星雨之首的象限一座流星雨 将于1月4号凌晨达到最大值 预估每小时最多可以有高达110颗流星 画过天际非常可观 而且用肉眼就可以看到 台北市立天文馆也建议大家山区光害比较小 可以去山区欣赏 而如果怕天气太冷的话 那么天文馆也特别在阳明山 离山 蓝玉 澎湖和马祖都有开直播 风向朝着流星雨 学下心愿的人绝对要把握2021年第一场天文盛世 象限一座流星雨 从2号星期六晚上到下周二凌晨 都有机会可以看到 其中最大棋就是在星期一的凌晨 预估每小时会出现110颗流星 不过受到月亮和光害干扰 民众肉眼大约只能看到 20颗左右可得碰碰运气 每一年都会在差不多跨年过后 一月一月初的这个时候 都会有象限一座流星雨 流星刻数比较多的时候 是集中在几大棋前后几个小时 然后那它也会 它的流星会出现比较大颗 比较亮的火流星 台北市立天文馆就建议 只要到没有光害的地方 远离都市的山区就能观赏到 如果怕天气太冷 天文馆还特别在阳明山 离山 蓝玉 澎湖 马祖等地 架上了暗空摄影机进行直播 建议在几大棋的那一天 然后前往就是2000公尺的高山 或是比较开过乡下地方 没有光害的地方 然后它辐射点在午夜后 会在东北方升起 所以就是在朝那个方向来看 每年都会出现三大流星雨 分别是阴线座流星雨 象限宇座流星雨 以及双子座流星雨 2021远旦引曙光之后 向最新的天文明可得抓准时机 接着多学后这轮台北报道